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寓的主人要交地租 公寓的租赁期限都很长 从125年到999年不走 地租没啥可怕的 因为它是一个象征的费用 基本上一年只需要200到500磅 有的投资者会想 租赁产权不如永久产权好 其实完全不用这样多考虑 在英国只要买公寓就是租赁产权 咱们也没有其他选择 一般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寿命是70到80年 砖结构的稍微长一些 但相比这个公寓本身的寿命 90年以上的产权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另外英国的租赁产权到期了 是可以续租的 不会说租赁产权到期了房子还在 就把房主人轰出来 根据现在的政策 租赁产权可以付很少的钱 再续租90年 续租最好是现在的租约还剩95年的时候就开始 这样手续费比较便宜 不管是永久产权还是租赁产权 都是在英国的HM Land Registry 英国土地注册局注册的 都是官方承认的 有法律效应的所有权 插个嘴 为啥英国政府部门前面都加HM 这个是Her Majesty's 也就是女王陛下的政府部门 不知道过两年女王退休了 传给查尔斯王子 要不要改成His Majesty's 这些咱们知道一下就好 反正产权注册 都是律师帮着买家做的 这也引出了英国买房和我们的另一大区别 就是在英国买房必须请律师 咱们下一回细讲